請了幾位委員 包括剛剛李老師在內容 四五位都有去看 在前次文化警官在產足山登陸的時候 大概軍方也有一些跟文化局的抗議 說他們大概登陸了以後 比較擔心的是他們沒辦法再蓋房子 那當時在保存原則上面 其實是說從換民心村的那個角度的正義面去看 不要遮蔽散路線 是這樣的一個原則 我必須這樣講 如果今天要從四面八方都去看他 當然他就會遮蔽 任何一個角度如果都要看到 他一定會遮蔽 這個當然原則在將來 我們審定保存計畫的時候 我們去討論大概哪一個角度有多高 但是以今天來講的話 可能因為整個計畫的時間 跟軍方申請的時間其實大併不出來 所以他的原則還沒有辦法有一個確定的定案 那這邊讓 其實剛剛李老師說瘦高一點 當然也是一種想法 另外也有委員說要愛他一定 其實這個文化警官討論會非常的複雜 我必須這樣講 如果當軍方也有他的實現跟他的計畫想法 可能等一下來聽聽看他們有沒有辦法更改他的計畫 那這個也是一個方式 那可能要請各位委員去參佐以上 這個案子的發展 他可能不是一個面向 而是其實在當初原則指定的時候 其實軍方就跟我們討論過 那我們也有一個基本的原則 當然現在希望保存的越廣泛越好 我們也理解住居民跟一些文字團體的期待 但是這些可能都要大家去思考 我還是覺得文化局應該是 文化局的想法應該是回到文字法裡面 是人跟自然的作為 所以人跟自然作為當初在指定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幻名、青春跟他的三路線之間的關係 作為自然的作為 而不是四面八方去談這個歷史性 他們先幫忙到這裡 好 那委員在發言之前 要不要先聽聽看 去發責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先做一個說明 那個有關我們現在的殘除山的高度 是168公尺的樣子 就是現在的殘除山的標高 那我們這個建築物的高度是36公尺 所以我們其實建的高度不到它的四分之一 所以這個在高度上 我們其實是不是蓋得很高 因為九層樓的建築物跟旁邊的 邰克大的建築物比起來 其實並不算是一個很高的建築物 那第二點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們的建築物都是躲在別人的建築物的背後 也就是說它現在這個模型 我認為有幾個 一個是高度上的問題 是有問題 旁邊的建築物不是那麼矮的 我可以從我們的剖面 剖面是很準的 剖面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這些建築物蓋上去 其實對於這些道路的影響是完全沒有影響 也就是說我都在現有的建築物的背後去蓋 並不是現在是一個空底 來去四面八方它來看 那剛才萬民新村的那個角度 其實他們是把它拉高起來 把那個四點拉得非常高 那第二點 它對我們的建築物的一個排設跟那個高度 其實也是有問題的 那旁邊的建築物它都沒有考慮 這張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我們的建築物不管 就在這個地方我再算拉高 其實對於右邊的景觀是不存在的 而且這一個已經是在 是在這個方南路的北邊的建築物屋頂去看 那如果它到了這一條路上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建築物會在更左邊 那對於右邊的這個長竹山的這個山林線是不會有影響的 你不能只看我們這個建築物 其實那個山是在右邊 我們的建築物其實是在整個萬民新村的左手邊 所以對於這個山是完全不會有影響的 因為你的角度其實是看右邊 那如果你要看左邊 當然我這個建築物是擋住左邊的這個部分 所以對於這個地方我是認為 其實長竹山在右邊 我們在左邊 就是說我建築物在左邊 那對於右邊這個山林線 山極線的時間你看 是絕對不會有影響的 這一點我要充分的說明之下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建築物已經避開了 這個在大門口北邊的這個路 因為我就是在這個台客大的一個九層樓的宿舍的背後來看 那另外我一棟建築物是在這個台大吞蟲館的背後來看 那在這個這條路上的時候我是在路的左手邊 那這個長竹山的四節井竿是在我的右手邊 那第三點跟大家報告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工作部的銀色已經全部被拆除了 所以我們現在工作部的這些空房上需要的官兵的宿舍 其實是沒有地方住了 所以我們急需要在這個限定的時間內把它蓋起來 不然這些人現在已經沒有地方住了 我們現在正在蓋這個房子 正在拆這個房子 以上就說了 我要非常抱歉 我得先離開一下下 市長要到議會區有點事情 那我現在先請這個先局長來代理主持好不好 謝謝 好 各位來個其他一家小組的 請問一下 當然我們那個講的 因為可能當然對這個地方我們沒有那麼熟 因為畢竟我是在台科大 所以你口口聲聲講說 我們是在台科大 後面台科大已經走了 可是問題是它的位置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現在靠近山路 你當然是在台北市所有前面的建築的後面 這個是一定的 不要想都知道 所以你就是因為你就靠近山路 所以它才那麼重要 因為當初指定就是這個房文化景觀的時候 其實跟剛才那個副作講 肯定有不太一樣 就是說其實當時不是以歡迎 所以說可以提不提 然後是以文化景觀 當時是 當時包括像多數民委員 都是以整體的自然景觀 然後再加上上面有包括 從日治史的農事所開始 然後到後來的這些雀村化民進村 共同來看這個地方 然後事實上今天軍方的所在於 也是當初兩次選的一部分 然後所以後來就一部分割裡面的軍方 然後一部分才會作為這個農事所使用 所以才會分兩邊 可是它其實以前是興趣的 那當然我們也同意說 這個應該有一些新的建設 可是完全無視於文化景觀這件事情 然後就一直說我們其實跟周圍一樣 這樣我真的是進不下去了 其實我了解那個建築需要改建 可是我覺得不可以跟那個真理說瞎話 因為這個地方你那樣子的量體 然後你說我們沒有影響那個 壞明星村的視覺 因為本來都不是考慮壞明星村的視覺 它本來就是考慮整個都市 我們台北市很多都市設定 都是要考慮說因為是一個盆地 我們要看見周圍一個山 所以我們很多都是從這個角度來看 所以你不能夠跟裡面的 所謂那台電還有更高的建築 這不是在比這個高度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真的 我不太能接受我這樣的一個說法 而且那個軍方的話 一直說這個地方很機密 那當然這個地方也非常機密 所以以前的建築都很謙虛 然後不會讓人家知道 然後這一次蓋這麼大的建築 不是就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這邊有個新方的建築 這是我自己的建築 當然你要說它的機密我也同意 可是我覺得跟我們所思考的 是完全不一樣 然後跟當初文化景觀集 登陸的時候的思考也完全不一樣 謝謝 謝謝 我想這裡面關鍵還是在那個 視覺景觀點的選擇 剛剛我從李老師講的 李委員講的就是 有個不會是360度 但要選擇一個適當的視覺點 那我現在不想講的話 其實是由建築這邊第一選 還是由文化體這邊已經選好 那我當時比較希望就是說 由這個 我們的最後的那個叫做 保存計畫裡面來選好 因為這個 我不曉得文化體這邊選好 是製品選好 但因為這是關鍵 因為最近也研究了幾個案 尤其設計上 當中設計上主題的 主要比較好辦 大概都會選擇 比較在理合共識的 或是比較能夠處理的 視覺點來處理這個 那這樣的話 對這些的管制會比較好 但我也包括像剛剛 曹建築審議論 我會很想同學的位置 這個位置應該是空氣的 像發展前 他大概也處理過 這個叫做 中正記念 那大概也處理過 幫我選 那大概 我選得好 恰當大概都會很共識 那另外 比較麻煩 像資三年 資三年應該也有 比較學 就是到時候看到資三年的 有地面可能看過去了 那當然也可能 包括有資三年 看一下這兩個 所以 我不曉得今天 因為沒有很公視 那個視覺點 這個 這個 所以大概就有點很討論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可能要 focus 在這個 這個層面上 造成這個 這個 剛剛講的這些 視覺機關的事情 好 我也要做 來 那個 前幾年才通過 那個景觀法 裡面去查 它也沒有說 360度 它在東京可以看到富士山 它也是選了幾個點 因為東京是可以看到 下雪的富士山 那這個 從 這個江戶時期來 就是那些 福士會的畫家 最喜歡畫的 這個 有一個白色的富士山 但是它也是特定的幾個點 那個 東海道六十四景 你們去查 它也是幾個點 我這樣講 只是希望建築師 你的講法就是盡量能夠 這個 站在文化資產 站在古蹟聚落 或者是文化資產 在觀點 來思考你的建築設計 這樣你的這個誠意 就會比較足 謝謝 文化局 先提出幾個警官點 這樣來處理 就盡快 那那個 不要等到整個報告出來 再處理 特別先救生式議題 先處理 不可以 像 林登老師在說明一下 文化局當初要求軍方做的 是從那個民族國中進來那條路去做 就北側去看 從那個側去看那個視覺點 所以他們做的是我們要求的沒有錯 那現在曹建築師他更希望的是 其實比較偏往北往東看 所以他去看到的時候 他的那個量體就會出來 就很清楚 那如果你另外從剛剛王老師那個視覺點 就比較台科大那邊看 那更清楚啦 他就直接就是他們現在要新幹 那個大門看過去 當然會擋住嘛 那另外三十四條講的那個古蹟的那個 那個動 那個 幾個我們剛指定那個古蹟 昆仲館的部分 那個原則 古蹟現在的原則 上次有跟周羅人報告過 就是不遮擋正利面 不是四個面跟壓迫感 其實壓迫感包括文字局都沒有辦法 到底什麼叫壓迫感 其實沒有這樣的規定 在都市計畫裡面可能有 但是在我們文化資產的審議委員會 或是文字局的相關辦法裡面 都沒有壓迫感這個字 可能要回到都市計畫裡面去討論 它整個量體到底多大 是適合吧 事實上這個問題 我認為這也是 都市計畫的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都市計畫的問題 但是我們這個都市計畫法 一直沒有成立 原來有些草案 都沒有成立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 不只是在場地上 過去在大隊上 然後在市民那邊 也有很多人在提這個事情 那我個人看到 這個 不管是做的模型 或你們做的模擬 都有標準 這個是 比如說我的模型做得太大 做得太大 你的模擬的角度不深 實際上我覺得現在有很多的工具 你比方說 你把你的量體擺在Google Map上面 大部分都可以看到 任何一個角度都可以看到 它不會騙人 Google Map 我們都可以看到 你們嘗試一下 我覺得還是從整個都市景觀的角度看到 不是文化景觀 我剛剛這個 我知道 我們定的是文化景觀 但是我們文化景觀的定義 實在是 不是很好 它應該是屬於都市景觀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文化單位跟 民主化單位都共有責任 但我想 我們剛剛王老師講的 我們並沒有看出條件 那如果我講的 我從哪一個角度 當然是 不太可能 讓所有人 對 因為你只有一個角度 不行 所以我想 看看是不是 就是 也寫超老師這邊 趕快把這個 我們文化景觀的計畫 趕快做出來 那文化景觀就做起來 它是 它有一個類似一個要求 我這邊新建建築的要求 有一個規範 但它規範也好做 不然如果是做判做什麼 我說 你必須我們自己 要有一個規範 我們文化 文化資產保障法 裡面主要 對於文化景觀 它就要先要有一個 文化景觀的計畫 那這個計畫 還沒有出來 但我們是不是 能夠要求這個 規範單位 他們先把這個規範 基本的要求 我們先來做這個說明 然後會更改 更改的 這樣的話 我想這種亞洲的 來互動 才可以解決 文化各自一次 那時候現在就 這個文化景觀 是我們先的 以上 謝謝 王老師是 在台科大當教授 我根本就是住在這裡 我是很白癡的 我不知道說 這麼重要的一個地方 謝謝他們剛剛做這個圖 我是住在 民主國中的巷子禁區 台科大的教師宿舍 就是公館國小的各地那一間 住了三十幾年 所以呢 所以呢 那個他們之後 站指揮部 就是我的鄰居 然後上次還發生一個 這個命案 一個非常令人傷心的 那現在不管怎麼樣 我們是文治法 六二、六三、六四 這三條的適用問題 六十二條是文化景觀的 維護計畫 六十三條是保存計畫 這些東西都還沒出來 我覺得今天這案子很難討論 可是軍方又說 他們已經在拆什麼了 沒有地方住 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子做 我也不知道 你這個東西都還沒有過 你還不能蓋 那你怎麼趕快拆呢 這樣子有一個問題 可能要找什麼地方 讓他們先住一下 因為這個是法明明 而且這次我這個法財 剛公布修正施行 所以我是希望說 照剛剛所有文治委員的意見 我們要趕快把這個計畫 兩種計畫趕快 把他這個地方的文化景觀的計畫 趕快出來以後 我們才有辦法討論 謝謝 來 軍方的左衛市長 複習各位委員 我是工醫中央指揮部的參謀長 少將參謀長 因為我們指揮官今天在洞裡面值班 因為工坊沒有辦法來這邊 我想代表指揮官表達 就三個面向來做個表達 第一個是單位的重要性 第二個是我們改建的需求 第三個是我們要提升整體防空 國防安全的效能很重要 各位都知道 沒有那個工坊就沒有國防 中工對我們重要的軍事規則 從來沒有限斷過 各位可以從近期的這個新聞媒體可以看到 中工繞台 從往年的個位數的次數 今年已經都多達30多次了 他加深了很多的用兵的力度 那我們這個作戰指揮部 是國軍的十大戰略單位之首 我們為了對應共機的這個洗腦 還有這個防空作戰 我們人員都是24小時在執行 那我們現在有個工作環境 我相信有幾位到我們單位會刊的委員都看到 非常的老舊 狹小 長久以來人員都是受到這種刻薄 那老的這種態度來做 在這種其他的作業環境之下工作 所以其實我們長久 就一直在爭取要做一個改建 那只是現在在我們現在的國防部長 還有政府的支持底下 所以我們這個改建案是國軍整體的第一個改建案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要跟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那個量體 我們國軍都有銀色的建設規範 每個人有多少作業空間 因為我未來要進出將近1800人 他的作業量體就是按照我們規範 我們就絕對沒有虛報福報 絕對不會有多餘的或是要增加的這個態度或想法 那我們後續會全力的配合 那個審議會跟市政府的指導 並且請各位委員能夠支持我們這個建案的改建 我們希望能夠在規劃的期程內 就是我們現在規劃是109.9月 能夠完工啟用 達到政府來照顧我們關注的福祉 還有有效提升防空專校 因為這個東西沒有蓋好 我們現在的人員都在外面 其他單位用接駁方式 不只是行車安全 還有很多安全顧慮 你這個空房沒有辦法有效執行的情況之下 以後國家安全沒有的話 我們後續不只是我們單位 我相信整個國軍甚至國家 會有很大的困擾跟問題 以上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工作部的自在主任 我這邊也有一點抗議跟兩點報告 第一個部分針對抗議的部分 我想任何的事情都可以討論 那針對 我是政論主任 我指示單位的督察跟政風 剛剛曹建築師認為說 我們軍方所提出來的資料有造假 這個部分還提出演證的抗議 這是第一點 我想任何的討論都可以 但是你沒有確定的證據 不可以有這個資源 第二個部分就是 針對這個工程 我想跟各位有報告 因為剛才我們差不多來講了 未來要進入1800 將近1800人 所以他有他的需要性 目前我們善居在通話連隊 戰法連隊 跟松子波的這些同仁 是因為暫時處在這個地方 將來的銀色改建完 我們都希望它 進化銀色改建完 能夠搬回來 這是量體的部分 然後再來一個 剛剛劉委員提到 立法行政 我想跟各位有報告一下 針對國家法義 跟社會法義的時候 去考量的時候 那有委員提出來 為什麼我要蓋房子 蓋在這個地方 我如果沒有需求 我就不會去蓋這個房子 因為現有銀色 我們現在很多營地 很多這個營地 都已經慢慢慢慢在做集中了 那工作部其實很 我有很多難以置疑 不能夠跟各位 做表白的部分 我只能說它是一個很機敏的單位 剛剛那個王老師也提供我們 未來我們的建材選擇偽裝 這都是我們都有戰略考量 包含它的位置所在 我剛剛建設局大約上提了一下 退縮跟前進 我想這個東西 對不起 我沒辦法在這個地方 跟各位做報告 但是請相信 我們都有相關的戰略考量 這一點也請各位能夠體諒 另外最後一點就是 剛剛提到很多我們依法行政 其實按照文治法 我的前兩個職務是在公軍 私信部眷護處處長 跟王國眷護處處處長 畫面青春 從雲南沒有到後面整個 山路山變成花警官 我大概有部分的參與 我只要說 那剛剛本樂園也講了 目前的危機化還沒有出來 但是我們開了47次 每週開的紀管會 到這個禮拜要開第47次了 我們最在乎的其實就是這個 我想如果說今天我們不依法行政 我想將來會遭受到更多的後遺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能依法行政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 尋求事故也好 或各位也好 給我們的指導 讓我們能夠如期 如此 如預算 來完成這個改革的工程 報告B 謝謝 這個案子經過這樣討論 我們幕僚是不是可以做個出戶的建議 因為在這個山路山的文化警官 如果要透過這個保存計畫 還有包含一些工聽會 真的要出 把這個計畫整個呈現 必須要經過兩到三年其實跑得掉 而且再過五年還必須再檢討 那因為這個案子 其實涉及到國家國防的部分 那其實就如剛剛老師委員也提到說 其實這個部分還是 重點還是在於 都市景觀呈現的一個部分 一個概念 那就如這個蠶竹山 我們要保存的範圍 其實是在幻民心村這個視覺繳的 那你們可以老師讓我先繳完 那當然這個部分 那我是不是可以建議 因為這個東西可以透過兩個局促的合作 那我們把這個案子 當然剛剛也談到說 這個案子的開發 不管是真的是瘦高 或者是癌胖 或者是他建幣率經濟 營區的這個建幣的解除 或怎麼樣子 可以再往下壓或怎麼樣 還有包含建築的色彩明度亮度 這個東西的專業 其實都是在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有可以比較詳細的討論 或是要是不是可以建議說 這案子先送到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也會去審議 在這個部分的時候 其實文化局也提出一些視覺角的一個建議 那包含也可以邀請我們的委員 那如果說今天比較願意參與的委員 那也參與他們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 提供一個建議 那這個案子就會先往前 對於這個都市設計的進度有一個進度 那當然這個部分如果說做了最後的一個方案出來 那當然再提到我們委員會做一個報告 那以上做這個建議 提供大會參考 我這邊還是堅持比較剛剛的建議 在過去文字局出的這個問題 大概是剛講的那個第34條 就是那個不得的妨礙 參觀通道分等 那他的建議應該有八個個單位 就是主要的呢 大概就是要選一個幾關面 或幾個幾關面 那這個最好是在文字會裡面討論通過 當然這個原則 那這樣的話才可以 那我可能進到都市設計委員去審查有關的 那是不是每一個鼓跡都要怎麼做呢 我個人看法當然是要選 比較重要的鼓跡 不見得每一個 像台北市可能就是總統鼓啦 中間紀念唐北門 包括這個龍山 旺華龍山是有些重要的地方 不然每一個 待會兒來講 大概現在的時代有一個方法 那甚至這當然也是一樣 所以我可不可以還是建議 就是因為我剛看那四個節目 並不是那麼恰當 可不可以重新建議 要求研究單位 不是整個計畫 就研究一下我們選 一個或兩三個重要的位置 大家共識的 那這樣就好是這個委員會通過了 那不行就是你們成立一個 這個簡單的成立委員會共識的 那我不曉得 這個兩個單位 就是研究單位 會盡量在兩個禮拜裡面 如果已經有這種研究的研究的話 可以提出來 就曉得 然後設計單位這邊 就這樣 留著共識 因為會比較恰到 他應該也可以兩禮拜 接觸這個事情 然後後面會 他當然剩下就是可憐會 如果都沒有問題 那就這個位置 如果有問題 就再調調位置等等 這樣可能會比較有公信量 不是丟給 馬上丟給 不是設計委員會 那沒辦法處理 一樣是炒半天了 老師 原則上 您剛講的部分 我部分這邊文化局我想可以接受 但是我先講一下 三四條是不針對文化景觀 對 那文化景觀其實它有一個 文化景觀自己的保存在發展計畫 大概只有大綱跟德式 它也沒有在講說到底要幾個事決定 我必須跟老師還有各位為人解釋 所以您剛說好 文化局來決定幾個事決定 我沒有意見 甚至找委員來決定 可是我覺得 包括在地的居民跟軍方 如果這個會議 他還是會參加 因為原則上 其實文化景觀的保存在發展計畫 最後是要經過公聽會的程序 所以在地的居民 包括軍方不同意的話 或是意見不加入的話 其實這個我們自己指定的點 都還是有問題 因為我們計畫當委員會在那條線內 我們這個點通應該都會在線外 要不要納入那個英文等等 但我不曉得總是覺得想像 總是覺得總是要選到一個點 可以看到全部的台詞賽 就是有最大的詞 就是不管什麼 我已經到那邊拍到那裏 我知道 但是總會把它全貌造成的質量 那該應該應 那照片沒有這麼大規範一下 那一點照出來大概就是有 有一個比較全貌的 像這個角度 可能就大概就滿去了 3453 該應的那些霸凌智圈 都在這裏面 那一點照片在哪裡 可不可以找得出來 那個就是 接下來接觸一下 計畫接觸師 看看可不可以找得到這一點 那 因為那個 那個 就是不含無話 怎麼辦這個事情 那自己怎麼定 當然我想都是在技術裡面可以 那如果真要 那其實應該要在線外 應該那個區域外 就是我看就是 最第二層 我對手最熱的 可能就是那個角度也可以 你看一下就要了 我就知道 看說真的就是這樣 這樣應該對我公司 那裡面涉及到只要蓋房子 那你再打了 像說 其實在他前面 他沒有搞什麼之外 他後面其實還有 某些所的宿舍 據我所知 雖然我被排除 不能過去參與線看 可是 我知道這個地方 其實還要問 文化接觸 因為其他 我能告訴我這個事情 所以說 其實他還是要整體來看 只有前面的名字 因為 有這個東西 不是說 當初不是 因為那個 那個 那個 可能不知道 當初 范明星村在指定的時候 是不去文字架裡 大家可以不去看那個文字 他後來 為什麼變成文化接觸 就是因為自然生態 是一個跟自然的關係 所以 這裡全部都在自然的關係裡頭 所以 他絕對不是說 從 換明星村看出去 沒有影響到換明星村就好了 他的主體 絕對不是說 換明星村 我覺得自己也一定要 把之前我們討論去 因為我們當時的委員 現在在很多 所以 也許 沒有辦法 沒有 今天剛好我覺得很少 沒有人在提這個事情 可是其實當初這個文化景觀 其實自然景觀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我其實建議 其實當初我其實就覺得 真的把軍方畫進文化景觀 真的沒問題嗎 因為 的確他有很多東西 今天他只要說是經歷 我們什麼都不能說 他說那個是偽裝 我們怎麼看 那個都沒辦法偽裝 我們可以回到剛剛那一章來看 那個怎麼偽裝 怎麼樣 可以讓人家 不知道他們真來什麼考量 當然他這樣講 我們也說 好 那我們不懂軍事 可是我們從建國的觀念來看 怎麼樣這樣子的 量體東西 你怎麼偽裝 你做成灰色就能偽裝 清清楚楚 那個量體 清清楚楚 但是 今天 因為他是軍事 我們什麼都不能說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文化景觀 你到底要怎麼做 我覺得這 登文化景觀 不是打自己的腳嗎 所以 我們在登文化景觀 本來就應該要非常非常地謹慎 那今天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是我 的話我寧可把這個 我們管不到的地方把它排出去 不要在自己在那邊騙自己 說我從那個角度看不到 我覺得那樣子 真的是在自欺欺人 老師我們還是就事論事啦 到底要幾個視覺點 其實這個東西要去討論吧 好那他後面那個宿舍到底算不算 要不要管 現在宿舍在文化景觀 在發展計畫 它還不是紫色的建物啊 因為文化景觀在發展計畫裡面 才會論定 黃毅寧老師應該也知道吧 哪些建物要被紫色 這個東西都還沒有出來 所以這還沒有出來 這些我們就趕快盡量改 所以是不是大家趕快 現在的問題是他出來必須有一個 大概兩到三億還有公廳會的時間嘛 那跟現在這個計畫 報章是有落差的 那我們也再請老師給我們一個方式啊 包括剛剛李老師的我也同意 只是說他到底在將來的法定程序上 會不會被質疑啊 我們文資局也沒有真正搞清楚 也許我這樣講 我們台灣沒有真正在研究這個問題 不過剛才薛老師剛剛有談到 文化景觀跟這個都市景觀 雖然它有兩個字叫做景觀 其實概念不一樣 都市景觀你們如果一查字典 Townscape T-O-W-N-Scape 它是在講那個高低 房子的高低大小天際線 有那個skyline的問題 文化景觀 你去查文資法 它是通中看下來的場域 而不是水平的在看 我跟你講喔 紐約市的中央公園 他們要把它定文化景觀 你到過紐約吧 市周圍都是高樓 如果我們祭出這一招 它就完蛋了 中央的central park 它就是高樓圍著那個公園 但是那個公園在都市裡面的 都市公園裡面的化在哪裡 是很重要的 好不好 我不想站各位寶貴時間 就是說都市景觀在講天際線 誰擋了誰誰不擋了誰 但是如果是文化景觀 這個跟那個skyline沒有關係 你是查這個 它是指它有歷史 它有人文 它有什麼 所以浮墓 有可能是文化景觀 但是跟skyline是沒有關係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今天大概會是像這樣子的討論 我們看那個 我們看那個 看那個 那個教程的賽 就是剛剛 最左邊的一張 就是看殘酬賽 再來就是 不管它是不是 我們外出的殘酪 就像我去那個 日本的那個 跟白酸一樣 會選一個制高點 然後去看全日本 那麼既然呢 一排量到 一年365天怎麼拍都可以 要我們也是找個位子 那麼365天那怎麼拍 都會是這個樣子 那你也找出來 那如果這裡出發 有公司的話 我們就這麼做 沒公司 那各位其他委員公司 就知道 就如那個李老師跟李老師講的 那我們是否就 我們這兩週 文化局就邀請幾位文員 針對這個文化景觀的視覺 這個部分 我們去現場去尋點 這個部分 我們就先建議 那另外一部分 就如剛剛先建議的部分 那當然包含都市景觀的概念 這個當然軍方的開發案 這個不要影響到 當然軍方也是有一些視覺的 一些色彩明明這個部分的 亮體skyline的概念 那我們這部分 就還是由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來審議 那邀請我們的文化局的一些文資委員 然後做一些專業上的建議跟參作 那這個部分是提醒大會做參考 好 我們做這樣先了好嗎 好 如果可以的話 那就請去幫你配合 好 謝謝 謝謝 今天我們案子已經走三案子 已經到十二點多 要再審嗎 還是請教各位委員 各位委員 我們繼續往下走 還是我們便自便當再走一兩個案子 還是要再走一個案子 好嗎 好 那我們再走一個案子 好 再走一個案子 我們去議團團veyard 對 放五分鐘 好是 我先來報一下 謝謝 本案是由嚴重基督教會謝幕僚教師來提報 在106年7月18號下本日申請文化資產保存 本日就啟動文化資產的審查程序 在106年8月14日就辦理專案小組會刊 會刊的決議是出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請委員祥參當日的會刊記錄 附件二跟現場照片附件三 專案小組的意見也請委員參考當日的附件紀錄 嚴重基督長老將會有補充歷史原格 可以先連線的補充說明 行委員祥參付件事或是聘定基督教會 另外一件事的意識文獻資料 土地管理單位是國產署北部分署 他們表示說土地上的建物是屬於佔用的 但是分署目前也正在意 國有非共同不動產被佔用的處理要點分辦理 文資的審查是議員祥事情 文化局頂權責著處 文化資產民眾報告行委員祥參付救了 這是本來的異形異極圖 目前教會的外觀是 監討的部分因為已經損壞 所以是有十字架 還有牛顏窗 還有肩孔窗 還有肩孔 對照以前的舊照片 除了屋頂的天堂不一樣以外 其他的外觀都還是維持原樣 這個是目前教會的使用狀況 原來是坐船道來使用 外牆是有施作伏地 有格隆可以衝到屋頂 屋頂目前是西式的木頭架 內部的使用是 這邊還是有摩世池的獎牌 這是教會目前因為有做一些 船道跟掛牌弱勢的使用 這是他們的儲物空間 然後做已經為散事準備的場所 文化自然評估報告 就請委員祥參 剛剛講的附件六 管理維護的評估是 請所有人 管理人 使用人 來管理維護 隨意會請土地經管理機關來說明 禮拜的部分是 你請同意指定大同區 原坪基督教會建立為執行 施定土地 名稱是 原坪基督教會總類教堂 地址是 大同區原坪北路2段247下5號 定所的土地是 補給本體是 原坪基督教會建築本體 建物5000號登記 建物縮落面積是 原坪一小段211號 面積是2593公尺 好 指定 來 謝謝 指定理由的話是 建物創建於日治時期 原為日本聖教會宣教場所 1947年修建為現貌 之後改成年度教會 具有建政聖教會宣教之歷史價值 而教堂跟大橋頭附近 在大橋頭的太平市場內 與地方發展密切關係 二 在建築物特色部分是 原為農教教 後為外加洗十字裝修 入口有尖塔 屋頂原有小尖頂 後改為十字架 入口有金鞏門 還有扭眼窗 包括冰鮑爐 磚牆體 不壁 金鞏窗等 整體建築士維持 仍維持優美的量體 與和諧的比例 家外內部保存有約摩師父講台 西式木家跟鋼住感 尖塔內閣隆 具有建築史價值 本大師父和古今指定 及最值審查辦法第二條 第一項第一二項 來看適合基督罪 畢星會員審議 已經有審議 後續原來基督教會 會有準備一些簡報資料 來補充說明 今天我只是簡單做一個檢訊 因為我已經有提供20本的歷史的解析 然後我們的嚴明基督教會 我們是在這個 我們這個教會這個用地是大概1925年的時候 就是一個寺廟屋敵 是宗教的用地 然後我們下一個人